你知道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到底有多好吗 他是迪拜繁荣富强的地道者 以一己之力创造了迪拜的23个世界之最 200多万人民在他的带领下赴的流游 人们称他为救世主 他有世界上各大豪车 一块车牌就耗资5000万 光是老婆就有6个 私人飞机 超级跑车不计其数 要说到迪拜的发展史 还要从1949年说起 那个时候的穆罕默德才刚刚出生 他从小就被父亲送去国外读书 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那时候的迪拜还只是个小渔村 并没有现在的知名度 直到1969年迪拜开采出了第一桶石油 因此迪拜的发展也从此逐年升高越做越大 成为整个中东伟大的自由贸易港口 但是真正的改革还在后面 直到2006年 穆罕默德的父亲去世 而他也成功地成为新一任的迪拜酋长 由于从小接受了不错的教育 再加上有着长远的眼光 在上位后的第一时间 他就把迪拜转型为旅游 金融 贸易兼并的城市 其目的就是想向世界打开知名度 增加丰富的收入来源 并开始疯狂地建造各项世界之队 他要做的就是独一无二这四个字 哈利法塔 奇星级帆船酒店 还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迪拜购物中心等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凭借着此优势 自然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自此 迪拜也很快地变成了世界知名的旅游天堂 在迪拜 本地人的待遇超出你的想象 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伊万迪拉姆 约合人民币1.8万 结婚的时候还能领政府给的别墅 读书和看病都是免费的 不过 这只是针对本土人 外来者想去迪拜工作 工资是很普通的 基本也就几千块钱 所以像网上说去迪拜工作何当起带的说法 确实是不太现实